你敢信东方太医 连够无天打下北海 转向天庭开战 陛下 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么多人居然一来就这么痛哭流涕的 这是被人墙上了吗 起来说话吧 你这成何体统 陛下妖族打来了 北海没了 你特么北海没了 你才来 召集天兵天将 准备前往北海猪妖 我说你 该不会准备跑路 老哥何出此言啊 我刚才发现 除了哪吒外 但凡跟你有点关系的红颜之己 都被你收进了秀礼乾坤中 那怎么可能 我孙小空不是那样的人 我跟你讲你千万可别想着 打不过就跑路 三界之外是一片混沌海 就算你有太极图 也抵挡不了一会 老哥 你快给我讲讲 什么是混沌海 里面有鱼吗 我尼玛 混沌海就一定是海吗 那是一片无尽虚空 懂不懂 这次和东皇太医 看来又是一场大战啊 不知道这次能打下几个妖兽 烤着吃 孙爱卿 你做主帅如何 陛下 其实我觉得 我比较适合打游走 打中丹额 打主力不太好 孙爱卿就别推辞了 在场的诸位 不管是论 实力还是论计谋 我想没有人比你厉害 大圣 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 你就别推辞了 大圣当主帅 我们福气 此番 就由齐天大圣孙小空 作为主帅 大家不要阴凤阳违 若有阴凤阳违者 事后别怪我不念旧情 我特吗 这就成主帅了 主要是成了主帅 就不能摸鱼了 你们觉得他们会来吗 还有那个孙小空 你可有把握对付 以你们所言 只是一个无耻小辈 而已 修炼五百年不到 他又有何厉害之处 陛下 那孙小空 确实有些本事 面对孙小空 还真的事 要谨慎 如果可以拉拢到 孙小空 是再好不过了 你觉得除了圣人 谁能奈何得了我 此刻孙小空 也是带着天兵天将 杀气腾腾的 从天庭赶到了北海 好久不见了 大圣 这不是无天佛祖吗 听说你连灵山都打下来了 怎么还要跟他们一起 打三戒吗 你个DJ 我 你呀竟然喊他佛祖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 我们的心情啊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 东皇太医妖皇陛下吧 果然一身亡霸之气啊 太上 原始 怎么着 你们想要跟我为敌 嗯 我尼玛 我是三军主帅 你呀竟然敢无视我 今天非得把你烤了吃 当年是尊给你们一线生机 而你们现在 破戒了 一群旁门左道 我劝你们还是莫要自寻死路 道友三戒能太平这么久 也实属不易 还望道友慎重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就喊于地来 让他把天庭三界让出来 由我妖族成长 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 避免生灵涂炭 妖皇陛下说的对 那个 杨姐你现在速去天庭喊于地来 咱们得也与大局为重啊 武林要以和为贵 要讲武德 不能搞我礼斗 既然这群人不准被偷家 那肯定要喊于地这个老六来支援啊 这于地请殿里为助摔 这助摔上来 走舍要投降 你就是孙小空对吧 此时悟者为俊姐 既然你这么实相的话 放心 我是不会杀你的 重现妖族规划 妖庭有你意识之地 陛下 孙小空在骗你 他肯定是想哭肉帝前来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武林要以和为贵 三界要相互有爱 你这个老年人 可别挑动战火啊 我劝你好自为之 我能摸摸你的东皇忠吗 猴头 你 那个无天佛祖 我能摸摸你的灭世黑莲吗 小心点 这猴头诡计多端 不要让他碰到我们的法宝 等一会儿玉帝来了 我们两个全力出手 托住东皇太医 陛下 咱们直接出手吧 摆下周天星斗大阵 不妥 此刻我们在此 若是摆下周天星斗大阵的话 对方有这么多人真的拼钱 三界都要被毁一半